问你一个问题 川普跌倒会变成什么呢 答案是三谱 我们来请GPT3.5来解释一下这个笑话 那这个回答里面 他就扯到了一些川普以前讲过的话 总而言之他就是完全没有get到 为什么川普会变成三谱 那我们现在再用最新的GPT4来看一下 他有没有get到这个笑话是怎么形成的 他就说这个笑话的幽默之处就是在于 这个3创造了一个有趣的视觉形象 就是川普跌倒之后变成了另外一个形象 就是他成功的理解了这个中文的冷笑话 没有错就在昨天OpenAI释出了最新TrackGPT的模型 也就是GPT4 这个发展的速度未免太精准了吧 还有像是GPT3跟3.5的哥哥 就是更强大的版本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 GPT4跟之前版本的差异 还有大家使用下来有怎样的感想吧 那首先在GPT4这个网站 下面有一大篇长长的论文 就是在讲他们这次GPT4有怎样的改进 那在我们详细介绍他这次的特点之前 有一件非常值得提及的事情 就是他们竟然没有介绍这次是怎样 训练出这个GPT4的 就是模型架构大小 资料库的架构 任何硬体跟训练方式 他们一概没有提到 OpenAI不再Open了 应该就是考虑到现在AI的竞争 真是太激烈了 所以不想要公开这些东西 很怕隔壁性骨的追上来 好那这份报告里面 它提及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这次GPT4它在多个专业 还有学术领域都达到人类的表现水准 举一些例子 像是美国的律师考试 已经达到了前10%的标准 法学院入学考试也达到了88%的成绩 SAT大学入学能力测验 也达到了90%几的成绩 其他像是研究生入学考试 或是大学先修课程 都是成绩非常的好 妥妥的学霸一枚 除了专业知识的增强之外 跟你我非常相关的 就是在平常的应用方面 像是写作学习理解或是创意发挥 都更加的强大咯 这边我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就是我分别问GPT3.5 还有GPT4时空旅行的可能性 并且要求他们提出自己的方法 来时空旅行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GPT3.5它给出的答案 给出的答案其实就是非常的空洞 它只是提出目前最有可能可行的理论而已 并没有提出自己的见解 再来看到GPT4的答案 他真的是创作出了一个他自己觉得可行的方法 他说他的理论是基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还有量子物理学的时空旅行概念 虽然我不是学物理的 但是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有模有样 他说他这个理论叫做量子引力稳定虫洞 他的基本理论就是述说这个虫洞 它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要引入这个量子引力 来稳定这个虫洞 下面还提供了这个实践的方法 真的超级有趣的 不知道有没有学物理这方面的观众来看一下 他说的是不是有依据的呢 所以这样子比较下来 我觉得GPT4他在作答的时候 逻辑性真的变得非常的强大 他给出的答案会比较明确 当然可信度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我今天问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天马行空 但是我真的相信他在各个专业的领域 应该表现是会比之前的3.5还要更好的 像是在我们开头提到这个笑话理解 施质创作等等这次都进步非常多 昨天我有在YouTube社群上面问大家使用起来感想 就有一位网友分享了他使用GPT4之后的这个心得 那简单来说就是他要求3.5版本帮他写了一个程式 然后他就照做了 那相同的问题他丢给了GPT4竟然给了他一个更好的解法 而不是照做 也就是说GPT4他的理解能力真的是进步很多 除了理解性更高之外 GPT4这一次在程式理解方面也是非常的强大 像是模型识别相关性或是复杂的逻辑跟数学问题 这一次都是OK的 总体员这个版本他回答问题会更精确可靠 然后计算数字的部分也会更准确 就像是之前版本他算数的时候都很容易出错 再来第三个GPT4的特点就是他未来能够接受图像输入 也就是说以后去的GPT就是可以看到东西了 不过回答也就是输出的部分还是以文字为主 那图片输入的部分未来也会开放给这个PLUS用户测试 那下一个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GPT4它的速度是比3.5万非常多的 毕竟慢工出细活吧 大概是这种感觉 然后现在这个GPT4它最常能够生产的文字是2500英文字 那中文字应该会更少 还有在价格的部分 现在是只有PLUS用户能够使用GPT4 然后API的部分他们也有给出一个价格 就是非常的贵 它上面分成了两个价格 一个是Prompt 一个是Completion 也就是分成问题跟回答的部分 所以如果想要玩GPT4的话 还是网页版的PLUS比较划算 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问到说 这个GPT4可不可以串接到其他服务 像是Tasker里面其实是OK的 只不过它的收费就是像我们这边写的 API的这个收费标准这样子 然后这两天测试下来 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发展速度真的太快了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Ready上面 我觉得有一根写的非常的好 这个留言它是说 现在已经不需要五年计划这种概念了 就是我们过去人生规划 不是都以五年为一个标准吗 就是例如说我五年要达到怎样的目标 或者十年之后我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 然后他就说在这么短的时间 看到AI发展速度这么的快 部分人可能没有办法立刻意识到 这个AI以指数成长的这种方式 它的影响能够有多大 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之后 如果有任何更新 我们也会立刻来跟大家介绍 那另外最新的资讯 还有一些生活分享 我都会贴在我的Instagram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追踪 那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赞 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